大家好,我是美樂 然後我這一次自己出發來高雄玩 然後這一次只有一天一夜的旅行 就來高雄這邊住一間飯店 然後還有吃幾間餐廳 小吃跟幾個小小的景點 那我們就一起去吧 拿到房卡了,走 豪華的電梯門 哇,它這邊有很多餐廳 然後會議是大廳烘焙房 等一下來看看救生中心 進來了,來看一下房間 哇,一個大大的雙人床 還有大窗戶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這個房型 它右邊這裡就是有衣櫃啊,櫥櫃這樣子 然後它這裡可以放行李的 然後在左邊這邊就是一個很大間的浴室 然後還有免治馬桶,沖澡跟泡澡的地方 然後再走進來,它這裡有一個這是什麼 冰箱 哇,這個冰箱很漂亮還透明的 然後它這裡有一些被瓶 喔,咖啡,茶,杯子,這種的 刀叉 這裡怎麼不行 欸,這裡不能開 好,然後它這裡有熱水壺跟製冰的 然後再來就是砍入式的電視 然後就有一個大床 這個大床扛起來感覺就是超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小沙發 沙發的空間跟一個窗景 看一下外面有什麼景 這一面是市區的景 另外一面應該就是愛河的景 我現在在飯店的旁邊這邊租了一台乳飯 等一下騎到市區那邊去看看 好,我現在騎U-Bike到瑞峰夜市這裡 好,我現在騎U-Bike到瑞峰夜市這裡 後面就是了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U-Bike的停車站 這裡 好,這裡就是瑞峰夜市耶 超大一片的 所以我現在去吃東西 這裡有很多玩的 這裡有很多玩的 它這個業績啊 主要就是分成前面那一區都是吃的 然後再來這條 那邊一直玩四瓶什麼的 然後再多幾點就是玩油吃的 這裡就是超大拋,超廣的 就是占經歷之餘是一級大的 所以我現在去吃東西了 我剛剛買了這一間沙發 東山鴨頭 然後我買了這一間的泰式奶茶 來喝喝看 我點了一個臭豆腐鴨鐵堡 我剛剛吃的就是精采的這一家 然後這裡精采的這裡 大部分的都很多人 也很有趣 其實我來瑞峰夜市 我沒有特別想到要吃哪一家 可是我剛剛就是聽到路人在說 然後那一間的炒麵很好吃 他們真的要去吃 所以我剛剛就想說 那這一台的應該都不錯吧 然後有人說這一間 我去買的東山鴨頭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間東山鴨頭 然後我剛剛吃起來還是還不錯 好了那逛完夜市之後呢 我現在租了一台沟穴來騎 來騎 我現在騎到了中山大學的門口 中山大學 然後這裡是一個很英有名的 大家都會在這裡看後 看夜景的地方 然後就是這裡 就會有一些輕女的 小輕女的騎機在這邊看 那那邊就會有停機車 然後大家就會靠在海邊這樣子看 因為這邊就是港口 現在我來放一下水 等一下要準備泡澡 然後來看一下這裡的備品 看到什麼 牙刷 髮束 然後肚子 剛剛有一個香皂我已經用了 然後還有 漱口水跟潤膚爐 然後它這裡的洗髮櫻木油 是在淋浴間裡面的 然後剛剛我去高雄市那邊 騎了狗穴跟U-5 逛了很多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要來洗澡了 所以我這時候帶了這個LUNA夠的洗臉機來洗 想說剛我騎了狗穴 其實這麼久的時間 應該要一點很髒吧 可以自由一下就可以 然後我們用的這個洗臉機 用了一段時間 也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洗起來啊 就觸感啊 按摩啊 都覺得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在燈喔 主要也是按摩臉的方式 然後咧 來泡個澡吧 一個臉泡個澡 等一下我敷完臉就可以要隨便把洗髮衣包去按摩吸收進去 然後其實阿燈拿到哪一個男生 有LUNA夠洗臉機太遠 其實很髒 因為他很濕 然後就有粉 因為這次沒有訂早餐 所以就不用很早起去吃早餐 而且這個床實在是太大太舒服了 然後不小心就睡到了快要12點退房的時間 然後我現在快要12點要趕快去退房了 也來不及去用設施 其實他這邊設施蠻多的 還有游泳池啊 健身房 還有水療池這種的 收拾一下 好啦現在準備去退房了嗎 今天天氣真的是超好的 我剛剛看今天高雄有30度耶 我走了過去吃早餐了 在高雄的萬華酒店啊 他旁邊連結的就是這個E-Sky Mall 很方便 然後穿越這個E-Sky Mall 那邊就會有比較多的吃的啊 還有一些逛的之類的 很方便 然後我現在退房之後 我現在要去找一些 找午餐來吃 現在我從飯店那邊走出來 現在要去吃一家 找午餐店叫做Mini D 我在這附近找了一間 走路就到了 所以我現在正要走過去 高雄也太熱了吧 現在30度吧 我本來要帶行李的時候 還想說要帶長袖長褲 還好我有帶短袖短褲耶 它這個Mini D啊 它在這裡 高雄這裡是一個連鎖店 然後它的餐點就是有一些咖啡啊 跟青石這種的 價位也覺得很OK 我點了一個菠蘿牛肉蛋堡 然後跟一個一杯咖啡 然後它這邊很適合來這邊使用店 因為它每個座位下面都有一個插座 然後這間Mini D的咖啡啊 它環境還蠻不錯的 座位每個都有插座 然後它裡面還有賣兩美式的特展 咖啡跟製的啊 是表現的中規重點這樣子 好了 那我現在離開咖啡店之後 我想說去下一個新名店看看 最近在網路上常常常看到的一張照片 就是在美術館旁邊 那我現在再來進入餐 到美術館那邊 我現在看到路上有一間早薑紅茶 在高雄這邊很有名的薑紅茶 我現在請去看看 這裡早薑紅茶牛奶 我買了一杯紅茶牛奶來喝 然後它這裡就是一杯早味的紅茶 然後它還有一些像麵包啊 綠豆蜂啊 類似的餐廳 蠻好的 這一條就是最近在網路上很紅的這一條路線 然後它就是在美術館站這裡 最近在網路上很很紅的一個高雄的景點 就是在它這個輕軌的內偽藝術中心站 這一條輕軌真的超漂亮的 輕軌的站就是在後面 然後美術館站是在前面 然後它這一整排都是有樹 那這樣子 可以進去園長嗎 它這個美術館啊 它站地非常的大 也是很適合好天氣的時候來這邊野餐 好了我現在在高雄火車站 那我剛剛路上去買了五毛春麵包 我現在是只有來一天一夜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有來一天一夜 所以有一些景點啊 還有吃的都沒有去到 下次有機會再來高雄好好介紹一下吧 拜拜